健康 科普 动漫 路德尼克 在野外遇到老虎 你的反应怎么来的 首先大脑会把危险信号转给新人体 新人体收到新号后 会刺激情绪部门产生焦虑情绪 同时会通知蓝斑 让心跳快起来 血压升起来 呼吸快起来 准备逃跑所需要的血 痒 最后通知下丘脑 下丘脑能够调控多种激素 包括应激激素 皮质醇 血液中赋予的葡萄糖 氨基酸 脂肪酸 会被肝细胞打包储存起来 当血液中的这些营养物质不足时 皮质醇会通知肝细胞拆开包装 把它们释放到血液中去 来提升它们在血液中的含量 下丘脑收到危险信号后 就下令大量释放皮质醇 通知更多的肝细胞来拆包装 就有更多的营养物质待在血液里 血 痒 营养物质集结完毕 逃跑就准备就绪了